非凡怎麼觀察今天這個時間點馬伴也宣布了蠻久下個月的行程 對我想呼籲一下剛剛坤一大哥所講的 其實其實我覺得所有人都看得懂這個劇本 這個北京現在對外操作的形式 我認為有大概幾個幾大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你看他過去一段時間在操作的所有形式 他在做第一件事情叫製造變局 製造變局第二個叫測試底線 那第三個是抓住機會 然後第四個就是改變現狀 他其實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零零總總所有的這些作為 其實你看得很清楚 他在鋪陳其實這段時間裡面 到這個520總統就職之前 他在做的其實就是這件事情 那他有另外一個時間點的考量 就是11月的這個總統大選 的美國總統大選 所以他在做的事情非常明確 他在南海的這個製造的爭議 實際上他是希望透過這個爭議的過程當中 一方面當然測試菲律賓 但菲律賓不是他主要測試的重點 他其實真正背後要測試的是 包括白宮現在國安會 或者是現在美國的決策核心 到底要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在美國的總統大選裡面 可以攪亂什麼樣的局面 二來是同步 這個動作裡面背後有非常多的效果 這個對美國的這個底線的測試 對菲律賓的極限施壓 對台海也可以製造一個內部的分化跟操作 他等於是一舉三得 所以他這個劇本其實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只有 坦白講我真的覺得這個只有一個人看不懂這件事情 或者說一個人即便看得懂 但是他寧可去當北京的這個棋子 陪他演這一齣戲 那我所講的當然就是馬英九 國民黨的這些立法委員 呃要去登太平島這個事情我們討論過非常多了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說現在實際上就是不宜 嗯 現在實際上不宜 一方面很清楚的就是 如果認真要談主權捍衛主權 之前我們也都講過嘛 你在金門漁船的這個事情上面 你為什麼不捍衛主權 為什麼不支持海巡 那你在這個事情上面 你要你要主張說 欸我們要一定要用登島 馬英九今天講的話是說 不登島明星士氣都會受影響 但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馬英九去中國才是明星士氣受到多大的衝擊 大家回頭過去看 今年在這個總統大選之前 總統大選之前 這個這個寧冠姐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相信習近平 這般言論 導致多少的這個這個中間選民 甚至是說 甚至有一段時間可能稍微 這個藍營的這些淺藍的一些民眾 都還覺得說 我還是國民黨還是投一下吧 但看到看到這個馬英九這番言論之後 沒有人相信再願意相信國民黨 那你看前一陣子 這個台灣民意基金會做的民調 75%的人是不贊成馬英九所講的這個話 台灣有75%的人是不贊成 馬英九所講的這句話 但是他現在又宣布說 他4月1號要去要去中國 其實我認為他有幾個幾個用意啦 第一個當然是最最核心的 我覺得最根本的 其實就是配合中共演出啦 中共現在這段時間為什麼要這麼操作 他在國際上面 他對台海的這個極限施壓 他坦白講已經做到一定程度上的範圍 他接下來一定要製造內部更大程度的分化 他認為馬英九可以製造 當作是這一個槓桿 操作接下來對賴清德總統的施壓 在520的就職演說 就職演說到底要多大程度上面去 這個回應中國的這個論述 或中國的需求 他一定勢必是會帶很多各式各樣北京的意見 透過媒體的宣傳 透過公開的傳播 他想嘗試把兩岸關係的定調 重新鎖定在這個一個中國的框架底下 利用一個台灣卸任的前總統 這是北京的劇本 第二個就馬英九自己個人身份上面 他有什麼利益 坦白講我認為他在做的事情就是 這個在國民黨內 他要去重新在兩岸關係上面 他要重新掌握有這個主導權 選前他操作一次 那選後他要去reaffirm 就是重新再確認 他這個立場還是國民黨裡面主要的立場 沒有人可以去處理兩岸關係 只有他可以 他是處理兩岸關係的唯一一個這個起手 唯一一個國民黨內有代表權 可以代表台灣去跟習近平對話 去跟中共北京談任何的這個協議 或是任何的共識 只有他一個人 他想要繼續把握有這樣子的一個主導權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說 這個對新總統的這個施壓 跟對國際上面釋放訊息 對國際上面釋放什麼樣的訊息 520前總統就職 新任總統就職之前 我們的前總統再一次去到中國 假設能夠見到一個比較高 這個高層的中共官員 你可以想像他們會共同講什麼樣的話 來去定卯台灣在區域當中的角色 他們當然會想嘗試這樣定卯 但恐怕沒那麼容易了 那剛剛坤運哥大哥講到說 南海和平倡議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們真的非常 要非常警惕跟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我們的前總統 如果去到這個北京 跟北京的政府官員共同唱和說 南海台灣跟北京的立場是一致的 我們台灣跟中國之間各自爭議 但我們共同主張九段線或十一段線的主張 這在整個國際社會當中會帶來很大的變數 而且坦白講 包括菲律賓也好 鄰近的南海這些周遭的國家 都會有非常大的不滿 他會認為說今天你去的是 你是國家的全員首 雖然你不是現任的總統 但是你是用什麼樣的名義去到那個地方 再搭配5月16號江啟臣 是我們現任的立法院的副院長 那你是國民黨的重要的這個立法委員 你是用這個立法院國會的名義 要去到太平島上面去 這一搭一唱之間 其實對我們在國際上面 我們現在是要拉美日非澳洲 這些理念相信的國家 共同跟我們站在一起去面對所謂未來 台灣有事要怎麼去應對 我們是在這一個同盟的過程當中 要去建立信任關係的過程 但他們現在操作的方式 是要去分裂跟撕裂這個合作關係 所以我認為北京這裡面 最大的這個整體的劇本 其實它有多重的一石三鳥的這個效果 對美國也測試 信任的這個選舉 這個還沒有結束嘛 到底是拜登總統 還是未來這個川普總統執政 你很難現在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先丟石頭進去這個水池看看 會引起多大的漣漪 第二個事情是對台灣對菲律賓 都同時造成施壓的效果 第三個可以在台灣內部製造輿論的分化 這所有的計畫看起來都這麼的鮮明 但是只有國民黨是完完全全配合演出 不把國家利益跟國家安全放在考量裡面 我認為把總統推到第一線去 甚至還說這個不登島明星士氣受影響 這句話我其實聽得真的蠻不爽的 因為明星士氣怎樣受到影響 在前一陣子金門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國會的立委 不願意去支持我們的海巡 這造成明星士氣多大的影響 造成我們第一線官兵跟我們第一線海巡人員 多大的明星士氣受影響 過去國民黨的這些高官層出不窮的不斷到中國去 造成我們明星士氣多大的影響 現在馬英九又要再顧忌重施 再進行一遍 我不認為這個台灣人民會接受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